害怕… 今天很害怕 因為我們兩位嘉賓 可以說是節目的史上 暫時來說,最年輕的 輕得怎樣 輕得是他們兩個嘉賓加起來 都比我小,10歲 對 比你小,15歲 我說這些話 還有,他們是我們的後輩 因為我們兩位出道的時候 他們還沒出生 他們還在清朝 應該是一個老伯和一個婆婆 現在投開… 即還沒投開的時候 對 很害怕 我很害怕 家長、長輩暫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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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被監獄 其實現在剛天黑,你知道嗎 對 剛天黑,要快點 不然明天還要上學 好 好,你好… 你好… 全家小妹妹,Gigi小妹妹 你好 你好 因為很多學校的鬼姑 你在學校有否晚上照鏡 即是回學校那些人 她現在也很鬼姑 再長一點,應該更好 我不是學校的 但我知道我有了 有些不是學校的人,來吧 應該不是學校 我不是學校 我不是學校的人 好像… 要想一想 要馬上想 我們快問快答,跟他們熱身吧 假如有隻鬼在你面前 你想他上你身 還是你外人身 即是你的朋友 外人? 親人… 親人 對… 有隻鬼,來 當然上來 為甚麼 先看著他說,為甚麼 因為… 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 這樣也很害怕 對 那麼Gigi呢,你覺得呢? 應該是上我自己身 對,上你自己身 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 對,但比… 即是你太害怕了,是嗎? 處理不了 對,應該最大的關係是你 如果你遇見鬼的機會大不大呢? 對,有靈感嗎 有靈感嗎 有靈感嗎 感覺到,毛管凍,看到 我打了雪櫃有毛管凍嗎 凍 凍的 有靈感 對 對 即是很大風,毛管凍 會的… 會的… 聽歌的時候會… 聽歌的時候… 如果有一首歌是很好聽的 很… 很難聽的,毛管凍 你會說我的歌嗎 他沒聽過你的歌 別問這些,千萬別問這些 這位叔叔唱歌嗎? 這位叔叔唱歌不是吧 別問這些 好,如果真的被你看到 你希望那隻鬼是年輕的、老的 不要說老字 年輕的,而且年紀大一點 對 你覺得是寶寶鬼恐怖一點 還是年紀大的鬼恐怖一點 年紀大一點 有樣子還是沒有樣子 你覺得鬼最害怕是他沒有樣子 還是七孔流血 沒有臉,沒那麼害怕… 沒有臉,沒那麼害怕 即是有臉,有那麼害怕 對嗎?沒有臉,沒那麼害怕 有臉,有那麼害怕 但有臉,七孔流血就害怕 對 有血的,害怕血 我認同 沒夢見過鬼 沒夢見過這些恐怖的東西 你為甚麼夢見我很恐怖 有那麼害怕 是否懶惹 沒錯,麻煩你 那我呢 那… 差不多是二腳身,對吧 好,那我們上車了 我們帶兩個小妹妹 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她們的恐怖鬼故,害怕… 只有我自己覺得很害怕 害怕… 對 害怕… 害怕… 你們害怕嗎?你們好像也害怕 害怕的 Chanté好像很害怕 我想現在不害怕,因為有人在 但我回到家後可能自己一個人在廁所 就會害怕 你自己一個人在廁所嗎 不是正常的嗎 你有兄弟姊妹嗎 有妹妹 有妹妹嗎 對了,你也有妹妹 然後有學樂器,對嗎 是 是嗎 有學恐怖遙語嗎 沒有… 你有鬼故嗎?有鬼故嗎 有… 真的有嗎 你告訴我們 告訴叔叔叔吧 好 在幾年前,我跟我的家人 和家人的朋友 一起去了日本北海道 好… 然後租了一間滑雪屋 那間屋子挺大 有這麼多人一起住 我記得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妹妹跟另一個朋友 一起去地庫 那些是地庫 然後突然一聲關燈 然後我妹妹跟她的朋友 就尖叫 然後… 那些尖叫是怎樣的 不是,就是… 然後衝上來 然後無緣無緣無故又亮燈 好,那不如衝上去 不是… 然後他們倆就說 看到一位黑臉人 我當時就說 小孩哥,你別再說謊 你誇張了所有東西 然後… 當時你也小孩哥,我最棒 對… 只是長大兩年而已 我記得我媽媽帶了一個聲音 去播歌 然後隔了幾分鐘後 又問為何不見了 那個聲音,有人見過嗎 沒有 然後到處找… 沒有,真的沒有人見過 她自己放在行李裡 但找不到 然後她問過朋友 那些朋友也沒有見過 然後那個聲音沒有理會 然後有一天 我們就在這裡說 你覺得這間屋裡有鬼嗎 我突然說這些東西 就是我爸爸的朋友這樣說 因為感覺到不對勁 感覺到不對勁 然後就說… 有個朋友說,有 好像很冷嗎 但開極暖爐 房間也是這麼冷的 他會否沒有穿衣服 那又不要說這些話 然後… 你真老,人家多正經才行 我認真問 然後第二個就說,對… 好像也是 然後有第三個就說 你這個鬼,你跟我出來 我不害怕你們 然後第三天 那個人說我不害怕你 那個人就發了高燒 然後全身都是紅疹 然後到第四天 有一個朋友說說 然後跌倒了一個腳 好…到最後一天 他康復了 交… 不是 上彈了 你跌倒了嗎 他跌倒了 甚麼… 沒有,他這個… 有遮住鏡頭嗎 有 旁邊沒事的… 好 繼續 糟了 是 然後到最後一天 因為我們分批去機場 我跟家人是最後一批 然後在吃早餐 這也是爸爸跟我說的 所有我的家人在下面吃早餐 突然聽到樓上有人跑的聲音 但上面沒有人 然後回到香港 就是這樣,整個故事 對,最後的聲音 尋回到電視機的櫃桶 但沒有人放在那裡 有腳的聲音嗎 沒有 我提到日本 想我分享一個關於日本菜的櫃桶 日本菜… 日本餐廳 日本餐廳 日本料理 對,日本料理 你一說日本菜,我肯定有些東西 是嗎 是 日本比賽 真是日本比賽 其實其他觀眾都知道 我想說日本菜的意思 是,好… 我以為是蔬菜 話說最近的事 我有個朋友做飲食生意 他打算去九龍一個地方 想去開日本料理 原因是因為那間商業大廈 上一手的店舖 都是做日本料理 他們覺得很棒 頂上它來做 又不需要有甚麼裝修 但他們也覺得奇怪 因為那間房子經常都收拾 即是那間房子 做他的生意也做 做甚麼生意也不好 對上一次做日本料理也不行 好,他就… 想看風水 究竟風水是否出事 有事 他帶了師傅去 師傅去的時候 同時也帶了一位說 是有陰陽眼的朋友 陪著他們一起去 去到的時候 師傅在那裡耍靜 念咒 然後在那裡做法事 而我有陰陽眼的朋友 他們在那裡周圍走 周圍走 走著走著 已經覺得這個地方 也是陰風陣陣 無本動動 誰不知 在他走著走著的時候 他聽了一個聲音 是一個小朋友的聲音 在那裡說 他說 媽媽… 我很想吃東西 何時有壽司吃 何時還有魚生吃 很久沒吃過 然後我的朋友… 他有陰陽眼 轉眼就看到 小朋友牽著媽媽 在旁邊走過 即是面前鏡 他們走過的時候 兩個人的對話 已經看見了整個樣子 但他還聽到陰陽眼嗎 對,聽到 然後媽媽… 看著 看著小朋友說,你知道嗎 很快就可以吃了… 因為她知道有人在看店鋪 要頂這間店鋪 之後有頂嗎 之後有頂 真的有頂嗎 但我的朋友說 當她的師傅在唸咒、灑水時 他們說看到這兩位的面容 是從一開始很愁眉苦臉 然後慢慢好像… 有東西吃了 好像洗完澡,很舒服 因為灑水時,四周都會淋得到 但那兩個櫃都是好的 對,吃人家不給錢 突然之間突然很害怕 對,這個也很害怕 但我有一名的朋友 沒有跟想做日本料理的老闆說 這麼壞嗎 別說 你的朋友很壞 因為他打算租… 而且師傅在這裡已經完成了 而且他也很支持外婆和小朋友 吃日本料理 不給錢 對 不給錢,今天… 也挺好… 院友堂 作為見盡身死的醫院 被認為是容易聚集鬼魂的地方 每天面對不同人命 醫護人員也要小心不要犯性 據說人死後 身體機能中以停覺最後才聽到 所以if croat 不能遇上病人去世 醫護人員移動遺體時 就記不清 Leon 以免被吳原酒的靈魂纏上 通知了她的家屬嗎? 好, 那你帶她下去吧 好 而傳說鬼魂會怕利器的聲響 所以醫護人員多數隨身帶備小刀防身 以便遇到不俗之下的時候 就用利器製造聲音嚇走鬼魂 不俗, 不俗, 不俗